潘西民众饲养的四头水牛突然走失了 水牛是花花十多万元购买来的 贩卖水牛更是收入的主要来源 这可是把这个民众给急坏了 玉里分局官邑派出所远景接获 从报之后立即赶到现场展开搜查 远景一连三天努力不懈找寻之下 黄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把牛给找回来了 潘西民众饲养的四头水牛突然走失 水牛是花十万多元购买的 贩卖水牛更是收入的主要来源 这可把潘西民众给急坏了 玉里分局官邑派出所警员 刘正德接获报应之后 立即赶到现场展开搜索 远景一连三天努力不懈的找寻之下 黄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寻货水牛 所以你长过四只都有回来嘛 有有有 还有一只是绑在上面嘛 对对 好 远景说到了现场发现走失地点 是秀孤兰兴 西边长满比人还要高的芒草 并且吸水湍急 从地上泥泞的牛脚印 研判牛脂可能跑到秀孤兰西河床里面 柳性远景沿着堤防沿线扩大搜寻 好再要找到 不然你要将近算五万块 两万三要将近损失十五万 对啊 呵呵呵 分局长李玉腾说 秀孤兰西流域 脂流都有民众养殖水牛或者是黄牛 因为牛脂采放任势的吃草 没有人看管 偶尔会有牛脂挣脱千绳 跑到马路以及铁路 影响行车安全的情势发生 而且基于安全 也呼吁四主应该要架设护栏 并且确实将饲养的牛脂拴紧 并且绑紧千绳 避免类似的情势一再发生 记者高雙雙欲采访报道